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诗与业 命静 恋定 这八个 这个静就是正经静的意思 在世间法的经静内 它是讲世俗的 有肉就是它比较有烦恼的 有曲的 但主要它是行善 它的重点在行善 出世间的部分 它是要成圣的 它不执着不烦恼 刻苦耐劳 转向苦边 等于是要超越这个苦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精静的心法 那么这个 告诉我们 就是所谓的 在这个 欧函藏里头告诉我们 是透过苦 苦是由吉而来的 要灭 就是要到 当然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八正道 它要有无肉 没有烦恼的 相应的心法 那就是要我们能够 欲有精进 有方便 那么能够勤进 勤勇超出 那么让内心里头坚定 看能造作精进心法 那么涉受 常不休息 它必须持续不断的去涉受 才有办法涉受一些事情 不断的努力 所以精进的人生 那么这个 人 有了这个精进这件事情 它是从 它是从 你有目标 精进 方便 方便就是 能够适当地去做调整 那么 这个勤勇超出 那么 又坚固勋 持续地去做努力 我们这个事情 这个 我们这个 精进的人生 我跟各位提到 过去 我在这个 做 这个 做智商务堂的时候 那么 有一位女士 她 这个 来跟我讲 她本来在台北工作 她的 在这个 这个 公司里头 她觉得 一方面觉得是 这个 公司里面太繁忙 压力也大 那么到最后呢 她 这个 一气之下 就辞职 然后 回去 这个 中部自己的家 回去了以后呢 起先说 啊 我就是那工作太忙 我把它吃掉 我准备休息休息 家里的人也可以 也可以接受 可是 日子久了 她 一方面是家里常常在问 二方面呢 是她自己也觉得没有工作的压力真的很大 但是呢 她未来要解除这个问题 她也在家里 比如说 家里 在种菜 她也帮忙 家里 这个 做龙 雾龙嘛 她也先做一点这样 但是呢 每一个人碰到她都会问她 你不是在台北上班 怎么现在 变成这样 所以 到最后她觉得 实在是 自己也觉得 没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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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的工作 让自己可以振作起来 这样 所以 她 因为家里是种菜 她本来就是运一点菜出去 后来她变成了 这个 帮人家收购这个菜 然后 因为她收购这个菜 她本来就 有一些做生意的 在企业界工作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心得 她很快就涉受很多人 然后呢 她变成一个 这个 这个 大盘的 一个菜商 那么 这个 她 从种菜 到批发 这个 这个 做大批发 她 走到这个方向 她为什么会来 会走这个 因为她来跟我 谈过以后 我说 她跟我讲 她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在你家里的 你可以在那里做一点 你现在能做的事 因为 你现在离开你的工作一段时间 也不可能回你儿奶的公司 也不可能相关的公司 相关的公司 可能你们以前也有认识 所以 就在你儿奶那个 现在在你家乡这个地方 你们家 是乌龙的 那 有种一点菜 那你帮一点忙 不止住吃 我觉得你可以 做多一点 而且呢 你如果可能的话 还可以变成 收集别人 帮忙 这个 这个 收购这些蔬菜 结果 跟我谈过来以后 她后来 她真的变成 这个 慢慢的做 她就变成一个 这个 做 一个 收购 然后变成一个 批发到 台北 这个 国菜市场这边 来 卖的这样子 一个生意 所以 她做得 很不错 她本来是很沮丧的 那后来 她说 我现在感觉到 我这个 工作做得很有 老师因为有跟你谈过 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 点子这样慢慢 我觉得现在 这个 从中部到台北 很多人 我都不会觉得 但是 人家跟我谈 你以前 你们一段时间 不做 她是养生心 有时候 身体不够好 那样 也不是 都需要休息一下 就休息一下 现在我重新出发 所以 她做得很好 我们知道 一个人 她 如果能够精进 一定是 在她的观念上 那么 起了一种 比较正向的 那样子的 一个态度 去走 去走的时候 她才能够 做得好 那么 这个 她开始 后来 有点信心 做一点 然后她 开始在收集 这个 这个 收 收过这个 这个 蔬菜的 这个生意的时候 越做越好 她信心也就越来越大 主动性跟着还起来 所以她的精进的人生 那么 也就 这个 培养 培养起来了 所以我们 谈到精进的人生 我们知道 人 要有理想 没有错 但是 一定 也是要在现实中精进 也没有 只是想一个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小孩子 一直在学校里头 她只有一个理想的东西 但是 她没有去面对 这个 这个 实作的 这个部分 所以 有好多大学生 她面对这样子的困难 这个 有一个 这个 而且有个大学生 她 这个 跟我谈这个问题 她说 她练的 她练的 就是低流的大学 她练的 也是热门的大学 她 这个 有一天 问我这个问题 她说 要不 有这么一个 这个系里面讲 有这么一个 可以 这个 部分时间的 这个 工读 有没有人 要去 她说她想去 可是很怀疑 所以 她跟我谈这个事情 我跟她说 你搞的 是 这个 奠基 你练的是 名校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 这个 在 这个 大学 练到 这个 要进入研究所的这个阶段 但是 也需要 去参与一点 东西 否则的话 你的东西 都只是 理念 而不是真的 去做 去做一做 做做看 而且做的时候 不是只有 你未来 工读哪 那个工读经 而是在那看 整个的过程 是什么 一个计划 是怎么做的 那么 这个 这个系里面 有这么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优 一个计划 那这不是系的 这是企业界委托的 这种机会 照你这么讲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 这个 这个 理论归理论 实际也是要实际 去参与才好 结果 他去参与了 他参与了 后来 他也练来研究所 研究所练完了 他有跟我谈一个问题 他说 我到底要不要 我说你是要做 喜欢做 专门做学术研究呢 还是喜欢去做 企业方面的 现在两个你都碰过 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他说 我比较喜欢实用的 我说 那就勇敢的投入 去做食物的一些研究 去那边走 你就不必一直在学校里头 他说对 我也没有想到说 在学校里头 然后去哪一个博士 我要继续读到博士 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那是看你喜欢 你真正现实上 你喜欢 你有把这理想 跟这整合在一起 后来 他选择了 这个 这个 在业界里头 去工作 那么 他在研发上 这个 成就很好 所以 这个 他很快 也做到 这个一级主管 所以他跟我讲 他说 我现在觉得 我做我这个工作 我觉得 这个 做得 蛮有信心的 我说 对 那是你的决定 他说老师我是感谢你 不过我说 我只是分析给你听 你最后去决定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执定 原来以后 你才是心甘情愿 要去做 实际去做的那个人 那么 我们看到 这个 最近 也有一个 大事的 一个 很优秀的 这个 学生 他透过人家 这个 跟我 我说 我现在不做智商 他说 我一定要跟你 见见你 跟你谈一谈 我说 我这不是智商 是因为朋友 这个 我现在把它分得很清楚 那么好 你就 我们就在那里 这个 我们见见面了 他也是很坚定 我一见面 我就跟他讲 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做智商 你还会继续这样子请求 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 你就是一个很正向 很精进的那种人 我觉得 你有这种优点 第二 你现在要谈的 要去做的 决定这件事情 他在学校里头 他所读的 这个部分 那么 也是奠基领域的东西 他真的成绩非常好 那么 他问我 他说 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对 我说 你有没有参加过 这个 一些 研究的 老师 老师的研究的 那种研究计划 他说 有 他说 他从二人级开始 就会帮老师 我说 那你应该在做这些计划里头 对整个的 执行这些思考计划 这些东西 你应该有点心得 他说 我是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 在整个人生的决定上 到底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只要你食物的东西 再加上你理验的东西都有 你好好地练完来研究所 你如果想考博士班 你就再去练博士班 反正 你再练下去 你继续做一点工读的实物的东西 你可以做得好 你将来一定会很有成就 他跟我讲 他说 他也是想要做这样 做这样 但是 他觉得有一种 家里的人有一种怀疑 我说 跟家里的人讲 以你 这么正向的人 你应该很精进的人 你可以在这边好好地努力 一个人 有一个积极的想法 跟乐观精进的一种态度 那么 这个 这个人 我们说精进 但是一个精进的人 还有一个是除旧不休 他不断地会开拓新的心局 那么 这个 也可以找到真正他自己的路 真我的精进 那么 所以呢 精进这件事情 是现实 这个 以理想要必须整合的 所以精进这样的人 他们第一个不被失败打垮 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不被情绪所困 第三个呢 坚持努力去完成应该做的事 他们长期地在成长学习 是 是 那个精进主动的这些人 我们在这个 帮助他的时候是如此 你一定会讲 老师 我们 这个知道 可是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还有精进吗 我说要 年纪大有年纪大的精进 不精进还不行呢 有人说 哇 我老了 没法做 放它 放它 你就会吃很多的苦 但是呢 一个比较正向一点的时候 那么 这个 这个 不会被 人的信心 不会被 失败打垮 不会被健康 不会被老年打垮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活多久 跟健康有关 遗传有关 没有错 但是呢 不管活多久 一个人 越是正向的 就是到老年起的时候 他在生活呢 也 会 这个 得到的 那一份喜乐 但是生活的 这个水平呢 都会相对 都会 比较高 健康的精心 也会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 在他的一个 人生里头 他愿意主动 去做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的人呢 就是 这个 他呢 这个 会 这个 就是联老了 但还是会 很努力 这个 以前我正大 有一个教授 他跟我的老师讲说 他很想跟我谈谈 我说 没有问题啊 那 这个 这个 这位 教授 我跟他 我也很熟啊 我知道 他是林教授啊 他告诉我 他说 他现在退休了 要退休了 然后呢 退休了以后 什么东西都放下了 反而感觉到 空空荡荡的 而且 开始觉得 身心 尤其是 生理上 他那 有些病 好像在找 他都问我 你们搞心理的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什么 这个 有没有什么 建议 我跟他说 我说 我倒是要先问问你 以你现在要退休 你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在 这个大陆那边 这样过来 那么 对 他说 那个时候 在内战那个时候 我们说很辛苦的 而且 这个 我是从军队里头 后来才出来 学术界的 我说 我知道 那么 你现在 因为一下子放下来 你现在跑到那边 那些东西 一直都会 浮现出来 他说 那我该怎么办 那是我以前 我说 我告诉你 拿起笔来 把你当时的一些东西 把它 把它写一些 不见得一定要出版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写一些 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结果 他开始写了 几年以后 他却 自己把它出 自己出版的一本书 拿给我 我看他健康 有六观的样子 我跟他讲 然后 我把书看一看 然后 就再跟他谈一谈 他的身心状态 变得很正向 所以精进 是一个人生命力 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 我们有时候 不能除旧不清 为什么 因为 我们 过去的经验 一直停留在那 但是这个就必须 把它从 reconstruct 变成你的作品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变成了 东西 很自然的 就被浸吐出来 那么 也洗涤出来 所以 你知道 我对于这个老人小组的团体 有一个老人家 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因为参加了这个老人的读书会 我说 哦 那你去参加老人的读书会 那太好了 那你呢 他说 我就因为这样子 那么 大家一起 读一点东西 互相的 这个 讨论 他说 他的身体 也变好了 他的 本来 有很多 就是家里的 那些 烦恼 也慢慢的 好像疏解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一个 这个 读书会在那个地方 他 变得 好像有一个 很好的 一个 友情的支持 人际的支持 有很多 心灵上的支持 在那个地方 那么 这个 我说 是啊 我看到你 确实是 很 很健康的样子 比以前我看到 你真的是 你现在是很健康的样子 所以 人呢 这个 能够有一点 这个 这个 精进的这个力量 在那里的时候 他就会 这个 变得比较 健康 小孩子 精进的小孩子 会不断的努力 年轻人 壮严人 在树叶上 他能够精进 他的树叶能够发展得好 我以前给各位讲过 就是Bell 这个 这个人 这个Bell呢 他 不是学电的 也不是 根本也不是学电机的 他是学语言学的 而且呢 他是熟语 是对这个 他是 语言学里头的熟语 这个部分的 所以 熟语啊 是对于那个 听力不行的人的熟语的这种人 那么 他呢 这个 有一天 他突然觉得 他研究这个听力 那刚好呢 那个时候 电灯 这个 已经 有了 他就想到说 如果 我会用电 来传递人的声音 他实在是真好 可是我不是搞这个东西 我是搞 是搞 手语的 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他想来想 他呢 就把这个东西 去 到了 Washington D.C. 然后呢 他是找当时的 最文明的 一位电机的学者 叫Henry Joseph Henry 他去找他的时候 他跟他讲 我来找他 我是想说 我这个 我这个东西 怎么样把它 这个点子 怎么样把它 这个 发出去 让大家 让有人可以 来研究 我这个点子 不要去找 这个 Joseph Henry 告诉他 我应该怎么样 把它发出去 让人家 可是 Joseph Henry 这位教授 一个电机的学者 跟他讲说 既然你有这样子一个灵感 那就你自己来研发 他说 我电机什么都不 我根本不是学电机 我学语言的 他是从语言学里头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种 角度 想到这个电话 他跟他 谈话的时候 这个 Joseph Henry 就跟他讲 你自己来啊 他跟他讲说 我根本不是学这个东西 他说 那个东西的工具 他说 你自己去学 就把它学来 然后 因为这个 这个点子 是你想出来的 应该你来做才对 没有比 任何一个人适当 你来做 所以 贝尔呢 那么 开始去学一些 电机的东西 就是 开始 然后再去研究 电话 就产生 就是 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所以 贝尔常常 都会想到 Henry这句话 什么事情 你 精进的 一种态度 但是 遇到 哪一些 你需要努力的 你缺乏的东西 你要想办法 是get it 才可以 这个 有的人 就 我有时候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年轻人 他需要什么 都是get it 有的人 就 有一次 有人问我说 我是一个老人 我还要get什么东西呢 我说不一定了 你要不要去get 极乐世界呢 你是不是想要 你想不想你的人生 到最后 能够很好的圆满绝透呢 你要想办法精进的去 努力去达成它才可以 所以 每一个人 都有他 应该要去努力振作的 那个部分 也就是精进 所以佛告诉我们 我们要精进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 我们从苦极灭到 那么 这个无肉相应的心法里头 我们要有欲 我们要精进 我们要有创意方便 我们要能够勤勇地超出 建立建固 那么 看能做精进的心法 色受 常不休息 我们能够不断地努力 所以 这个 在佛法里头 你看到佛 对 这个 我们人有的说 你们佛法怎么会那么消极 我说你可能听错了 在佛经里头 我看得通都是很正向的 他会告诉我们涅槃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涅槃心呢 但是我们把烦恼 执着 情染 种种的这些东西 能够把它去掉以后 我们内心变成一个涅槃 这个涅槃是决心最好的 我们这个涅槃 也是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的 我们这个涅槃 不只在人间可以用 我们也是跟极乐世界可以相应 跟佛如来可以相应的 所以 这个涅槃经 就是在这里 我顺便跟各位讲 这个 散述基道评讲完了以后 我准备再讲这个 这个大波涅槃经 再讲一次 你看 这个 如果你有朋友 他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跟他来 我想再 这个 这个讲完 都再过两次 三次 大概 我们就可以讲这个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我读过好多次 但是 他每一次读的时候 得到的 内心里头的 那个行物 都更丰富 我觉得他实在是 很美好的 一种启发 一种智慧 所以精进的意义 你可以看到 也正因为是 我们能够除旧不幸 可以找到真我的精进 一个人能够开悟 然后也能够面对自己的现实 那么所以精进的人 是不被失败打垮的 不被情绪所困的 他能够坚持努力去完成该做的事情 他不断地能够成长 学习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法国的画家 那么 薛罗瓦 他 这个 有一天他想要画 一幅很大的一幅画 在细水的一个美少女 那么 这个 他说 齐先生 他后来下定决心 说我要一口气把它画完 要不然 我不可能 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剧作 所以他一口气真的把它画完 借口 常常 这个 如果我们找借口 那么 这个 常常会产生 退却的一个 这个 这个结果 所以 法眼禅师 告诉我们 一愿也教你行 二愿也教你行 那么 这个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 无论如何 你必须要不断精进地去行之 才可以 所以佛无教经理 无教 余教经理的佛 余教经理的佛 他这么说 他若勤精进 则事无难者 则 做什么事情 不管是世间 法要出现 没有什么困难的 事故如等当勤精进 所以你们应该要懂得勤精进 比如小水 长流 则能穿实 就像 虽然小小的水 但是水滴石砖 长流 则能穿实 若行者之心 速速穴肺 如果一个行者 常常就是松穴 不能够持续的话 那么 这个就 没有办法 那 比如钻火 那么 这样的结果 就是钻火 还没有钻到热 你就停了 所以火 你就钻不出来 那么 所以一得火 火难可得 所以我们要知道 精进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要持续的努力 那么 这个 去完成 自己 要做的事情 所以人生 有一个自己精进的态度 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看到 这个 在学校里头 那小孩子受挫折了 还是可以继续努力下去的 但是精进力都比较好的 那 这个 有一个 甚至于稍微大一点 它又有一个目标 它有一个目标 在这样 它精进努力 它越走 它越好 就是不见得一定是 它多么怎么样 但是呢 它们表现得到最后 就是 有它 特有的杰出的成就的地方 所以 精进 的方法 我们要知道 学习忘怀之道 让不愉快的事情 失去了支配你的力量 人生免不了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免不了会碰到一些挫折 但是 你要不要让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支配了你 所以 学习忘怀之道 因为我能忘怀之道 曾经有过挫折 有过什么 但是我们还能够专心努力 忘怀 以前的那些东西 我能够把它放下 那么 不断的 能够充实自己 也懂得娱乐 也懂得运动 这样一个人 他们是不会被不愉快的事情 一直在支持着他 支配着他 所以 学习忘怀之道 在我们 在什么人生里头 人免不了会碰到 有一些困难 但是学习忘怀之道 很重要 任何一个年龄层都一样 有的人是健康上 碰到 所以 我看到了好多心理学的里面 像 Vanorena收集的 有些很有趣的一些 就是 有些人 他 这个 医生都跟他讲 你现在检查到的癌症 大概顶多三个月 所以 有很多人 但是 有一个人 有一个医生 他被检查到 是这个的时候 他说 好 我要好好的 这个 这三个月 我要忘怀之道 工作 先摆下来 结果呢 他就跑到夏威夷去度假去了 他去度假 结果一度就度了一连 他度了一 血编子度假大概一个月 他觉得太好了 他就在那个地方很好 他完全忘怀 他自己是一个有病的病人 而且他感觉到 那一个大自然 那一个海 他的那个 那个夏威夷的其中的一个岛 这个岛呢 他 又是 有一个 这个原住民 的一个 会帮助他 给他生活上的一些照顾 而且 这个 他也在那边 会种一点 自用的蔬菜 然后也可以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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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 也可以去坐船 但是他到那边去以后 根本就忘掉了 忘怀了 他是一个 这个 有 有病人病人 所以后来决定在那里 一住就住一连 一连 以后 他回来 再到他的 他是医生 是他的医院 他的同事医生 把他检查完来 好啦 你没事啊 你是怎么治疗的 他说没有 我根本没有治疗 我就在校图去那里度 去度假度过了一年 所以忘怀之道的时候 很重要 那个东西也能够真正的被洗涤掉 那么 保留 能够忘怀之道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时间去精进 充实自己 有时间去面对生活 那么 这个忘怀之道 第二个呢 培养豪气 那么 豪气呢 是一种宽阔的一种胸襟 什么叫豪气 你看 这个 弥勒菩萨 他那种 大度能容 鸟窃 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 笑破天下古今仇 你看 这个 这个 我对弥勒菩萨 我 这个 上大学了 然后 我家教或 这个 这个 做工徒 我能够有一点钱 我马上 就 就请了 这个 一尊 那个 慈的 这个 明勒菩萨的佛像 一直放在我的书座 但是 后来我把这个 送给我的小孩 我自己再去行一座大的 然后 我觉得 无论如何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我们 要学会宽阔才可以 这个宽阔的心胸 就是大雄宝殿的意义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进入大雄宝殿 那宝殿 那就是 这个 这个 佛的殿堂 那么 进入大雄宝殿 那么 一个人能够如此的时候 那他才真顺着 是 这个 这个 大度 这个 能容 屌却 人间多少事 满降欢喜 下坡天下故今仇 他能够再站起来 他能够温暖自己 他能够鼓励自己 能够培养自己的好气 第三 那就是 这个 近思 的 寻悟 人能够清静下来 那 就因为在清静的心 会有一种领悟 这种事情 就是我 这个 这个 看到 这个 一个人 我刚刚说的说 这个医生跑到夏娃隐去 他也是一种 灵静下来 也是一种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 以前呢 我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很发人深行的 他说有一个企业 这个 算是企业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蛮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板 他到了事业很成功以后 他就很多事情呢 就是 都教别人去做 所以他自己变成 只点人家去做就好 自己没做什么 结果不久了以后 他就变得 内心里头 变得好像有点空空洞洞 还不打紧接下去 变得有点忧郁 心情变得往下掉 虽然事业发展得很好 但是 他被医生来断定说 他是有忧郁症的 他 也承认自己是忧郁症了 事业做这么大忧郁症了 可是有一天他只想起了 他 想回去他自己的老家 去看看 以前 这个 童年 时代的老家 他是在一个海边 结果 他回去了 一方面去看看 这个 老家旧事 他已经年纪也大了 现在老家旧事想去看一看 然后 这个 回去了以后才发现 没有找到认识的人 没有找到认识的人 但是 有一个医生 刚好是他的同学 又在开业 这个医生 他很高兴地继续看他 告诉他 他得了忧郁症 他是怎么样 他虽然事业很大 他是同学 就很容易 就把这些事情 寝吐给他的以前 童年的好朋友 他说 这个 他在寝吐的时候 他这个同学 就说 我有 我有一点药 可以 他就 他就 写 以前那个药包 都是用包的 他也是用包的 他写了 他写了 四个纸条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 一个一个包成像药包一样 放在一个袋子里头 他说 明天 早上 因为他们两个人 也谈到一天同年的时候 明天早上 九点钟开始 你就到我们 以前常去玩的那个海边那里 然后 九点钟 服用一包 你拿开来看 照那两个字 上面写的字去做 中午的时候 带一点简单的午餐 然后 吃完了 打开 第二包 你再照那个去做 你再照那个去做 到了三点的时候 你再做一半 到了 五点的时候 你再打开一个 然后 他写一写把它包好 没有给他看 封好 他说明天你在 九点 中午 三点 五点 你到我们以前 那个沙山那边 九点钟 准时到 这四个厨房 这四个厨房 他说你不是开玩笑吧 他说没有开玩笑 这也是要付费的 所以一样付费 第二天 他真的就照 这四个厨房去走 九点钟 以前他们玩过哪一遍 打开来 第一个 纸条里面上写的 地听 要他专注的去地听 他就现在要地听什么呢 哦 地听 海 烂的声音 地听 海鸟飞响的声音 一声 风吹着海沙 滚滚走的声音 他就在那里地听 然后 在这个地听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似乎也在 这个 有时候也会很专注的 因为想到以前 但是不 现在 一直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在那里好好的地听 他说 他很久都没有听到 这么好的 海洋的 所以 这个 有一首歌是 听了海洋的呼吸 是不是 那么 这个 他在那里真的听了 海洋的这个声音 然后听到 这个海鸟 各种不同的海鸟 然后看到他的飞翔 在那里 他 完全都没有 分心地在那里 专注的 在这个地方 这等于像闽司一样 杂练全部都放下来 到中午吃个简单的午餐 打开第二个 要他回想 所以他就回想 回想什么 回想童年 回想他 这个 慢慢练 考上好的 大学 然后 创业 回想到 他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好 回想到自己 怎么会不是这个样子 要回想 回想 过去的东西 然后呢 回想 尤其是回想到 他 这个 童年 壮年 童年成年 那段时间 然后呢 他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算了简单 他这个 跟他家乡的一些朋友 会去资助 做一些慈善的 一些捐助 慈善的工作 甚至于自己直接去参与 去做 除了他自己做事业之外 他还会去做一些助人 参与慈善的事业 做蛮多这种事情 但是呢 后来他事业越做越大 他到现在还是一样 这样大笔的钱 做社会慈善工作 可是他自己没有去了 他回想 这些过去 整个的过去的时候呢 他现在呢 反省自己的动机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三点的时候 他的动机整天都是在 赚钱 在失业 所以他以前 虽然他 也拨了很多钱 去做就算 没有直接去参与 所以他变成一个 很成孤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自己 在这个 回想的过程中 也反省了他自己的动机 然后他自己感觉到 对了 我就是太久都没有接触到 直接去帮助人 一种给予助人 真正让我们欢喜 真正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 有一种 有一种 人际上感觉一种价值的一个所在 他觉得 以前做很多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助人的工作 甚至于去穷苦人家做 他自己也会带领去 但那个时候 他输業也做得很认真 他人也觉得很快乐 他回想这些动机了以后 反省了以后 然后他自己知道 到了 要回家的时候 他再把它打开来 第四个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他就在沙滩上写了烦恼 两个字 Worry 写完了 一枝海浪打过来 把他抹平了 他看了以后 我发觉 这个海浪把他抹平了 他突然间又觉得一种启发 他回家了 他开始觉得 他必须要真正 并不是只有享有 他自己的成功 而是他还必须真正的 去在事业的经营 有他自己的参与度 而且要去做助人的工作 他开始回复 去做助人的工作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感觉到 在助人的工作里头 他体会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 当我们能给予别人的时候 给予别人帮助 给予别人种种的一种协助的时候 他说我们才真正感觉到那一份充实 他说赚钱 还不见得能这样 但是赚钱也必须在 我觉得赚钱赚了以后 我还能够回馈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才能领受到这件事情 他那天 在那里有所领悟的时候 他开始把烦恼写上 他感觉到 重新把它看一下 他回想到以前 宽容暖暖的时光 这种检讨失落的原因 后来他自己只是为了经营获利的计划 其实没有真正去做一些自己实践 去帮助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才自己知道 我很久一段时间 没有好好地去实现 因为在给予人帮助的时候 自己所得到的回馈 才是真正的欢喜的 所以他呢 这个开始 把烦恼两个字写在那里 他从那时候开始 他开始又 不只在他的工作上做 他开始又去参与一些 服务社会的工作 救济的工作 那么他就讲到 以前并不是他没有做 他没有捐钱 而是以前 因为只有捐钱 没有直接去参与 但是那个参与本身 那个体验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心理学里头 有一个经验本味的东西 就是 experience based 那么这个经验本味的一种东西 他直接比较直接能够让我们 所以你说得再好 你一定是自己去做在以后 才感受得到 这个 你用录音机录音台 看了多么漂亮的风景 小鸟 但是说真的 他不如 你实际到一个简单的风景去 在那边去欣赏一下 所以我每天都会去山上走一走 一定会觉得说 郑老师 那山上每天只有走那一段 在山上到底有什么好呢 我说 我觉得他太好 每天都不一样 狗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他说没有 我看它都没有变啊 我说不 你去去看 昨天那个花只是含苞袋 放今天的花 已经开了 昨天没有看到这个昆虫 今天去看到了有这种昆虫 昨天没有看到蜜蜂 今天去看到了好多野蜂在那里飞 我看到的都是新 每天都看到新的东西 我抬头欲望 烂天白云也很美 虽然天气这么热 我觉得也是很美 我觉得走一走在阶梯上坐下来 觉得 现在这样也很好 以前可以很认真的工作 也体会到工作的喜乐 现在这样可以看 真正体会到现在是老人的欢喜 也有 所以 我们不同年龄 不同的前进的人 都要保佑 能够保持它 在吃饭 食衣住行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以一种欣赏的角度去面对 那么 这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办得到的 大人常常有时候就忽略 所以你看那小孩子 小小的 四五岁的小孩子 你给他一点点 这个饭 给他一点点蔬菜 他已经吃得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你讲 而且你也会跟他一起欣赏他 那所以 吃饭变成很喜乐的事情 但是有些父母亲在带小孩子的时候 他一吃 他就马上就开始这样 这里面都不是一个 这个 体验上不是一个比较温馨 比较启发性的东西 但是有小孩子 他吃一点东西 他不是 那这样好了 我拿这边的给你吃吃看 这个碗的右边跟左边 我挖左边的这边 你吃吃看 可是一样 可是你再试试看 右边这个地方 如果沾一点别的东西 这边 菜刚刚放到这个地方 你看左边 他觉得他在告诉你 嗯 这里面有什么味道 他开始心开了 他愿意吃饭 但是有很多人 就为了小孩子 他们不想吃饭 小孩子 你只要动了 他就会容易 扮成一种主动性 一起玩也是一样 小孩子也是希望大人 而不是 你叫他在那里 做什么就好 所以要一起玩 他才会真正的 活络起来 我们知道海滨庙方 就是地听 回想 反省 检讨自己的动机 最后烦恼能够放下来 能如此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境界 所以六祖堂经所讲的 改过必生智慧 护端 心内非显 那么一个人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能够发现很多的乐趣 发现了许多的意义 那才真正能够做到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宵 他就不会快乐 但是呢 无论碰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以一种正向的角度去看他 那么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宵 所以以前呢 禅家常常讲说 禅金翠竹 竟是法身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翠竹也是法身 黄花也是般若 所以我们平常生活 这个触目欲远所在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看到 那个正向的启发 都在那里 叫做喜乐 那么 我们的人生就变得精进 我们的人生呢 那么这个精进的意识呢 是可以不断地往上成长 有这个乐趣在 那么再下去我们谈到这个正念 这个正念的意义呢 就是正见呢 是我们的知见 观点和判断 正念呢 是我们的观念 那么我们有这个知识 产生了一个正确的正念 所以正念呢 在佛法中呢 它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苦是有急而来的 要灭这个东西一定要有道 道就是道品 那我们呢 真正的困难呢 就是来自于色受想行事 我们执着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困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 就会陷入那个困顿里头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念 那正念里头告诉我们 他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我们看我们的身不尽 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尽 这个身体 我几次都提醒 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饮食改变 身体也会改变 我们听到一句话 掩耳鼻舌声 任何一个资讯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 就会改变 要不然就听到有人捧场你的时候 我觉得很欢喜 其实这个观身是不尽的 但是这个身体 他的来源是什么 是初博食 这个身体 你要活下去 一定要去斗 而初博食的意思就是说 你种田也是一种博斗 你跟别的人竞争也是一种博斗 杀生也是一种博斗 叫初博食 那么观受是苦 为什么受是苦 因为他细处食 他很挑 感受的不好 我细处 这个我看不舒服 那个我看不惯 那个人讲那个话 一定我受不了 所以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这个心 他一诗时想很多东西 他以一诗为实 所以我们这个心无常 变来变去 观心无常 对 我们的心真的是 每天都讲 所以有时候说 哎哟 我好不容易现在 这个 老了 现在也退休了 但是 他说 头盖 没用到 你实际没用 是吗 他就这样 想当 想塞 烦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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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烦炉啥 你真好说 你敢买 烦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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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买烦炉 财烦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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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做 都给他们 我实际 这时候 如果本 灰热热 走他们 互别用 我说 这个人 实在是 我心就丢了 那么 观心无常 因为他 一失死 不断地在想东西 以这个为实 那么 观法 无我 我们的 这个 种种的现象 世界的东西 这些怎么变化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我 这个我 我们人生这个我 以前给各位解释过 生下来的时候 什么是我 我自己 第一次当爸爸的时候 娃娃在那个育婴房里头 我去看了 上面没有名字 就写某某人之男 旁边 某某人之女 就这样 某日某日某日 他的这个传号是什么 就这样 我恍然大悟 我以为我们有一个我 但是来了这个我 取一个名字以后 我很多 我执 把这些是 执行在那里 以为这就是我 其实 那些我都只不过是 虚拟的一套资讯而已 他不舍 他不舍 我们这个 这个 一切的万物 那么 这个 我看 这个量子物理者 所讲的说 这所有的万物 本身它本来也是一个 就是量子场 但是量子场是因为 有这个想 有这个想 有这个思想在 事在那里 它才开始形成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相信 地球的演变也是这个样子 宇宙的演变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 演变的本身 它的后头 是因为有事这个问题 而产生 这个部分 这个 我呢 其实 查 越 这个量子物理的东西 来 来看一看的时候 我还请教了一些搞物理的人 那么 我就慢慢 才也觉得 嗯 我相信 这个事本身 会影响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想法 影响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想法 也在影响周边的事情 所以 有时候 你会觉得 说 你直接想了 觉得是什么 但是呢 你的事 影响那件事情的发生 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所以 这个事呢 事实 这个本来是无我的 但是 我都是从事而来的 正念呢 那么一个人 有正念 正向的正圈念 跟无常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世事 不断的无常在变化 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随缘成长 所以我们的心念 我们随着环境的变化 我们要有新的认知 所以无常变化中 我们能够随缘成长 那么我们在无常变化里头 我们也能够精进成长 为什么 因为不断的改变 我如果 就我们的生命 有胜之脸 如果我没有精进的去随缘成长的话 我根本就跟不上这个社会 但是有一天 我们真的也会跟不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慢慢的衰退了 机能慢慢的 赶不上这个时代了 那我们就慢慢的 就到最后衰退了 连这个生命保持下去都没有 但是你放心 开拍手放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灵性永远都在的 但是问题是 我的灵性里头有很多的事 我这些事一直被贪嗔痴慢 以邪见的东西的大烦恼法 转着走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我到老了 我要放下的时候 我会被这些东西圈子走 如果我们不会被这个东西给卡住的时候 那么我真心的练佛 我能够就到极乐世界 所以佛 他多么的慈悲告诉我们 有那个你好好的练佛 他可以观想练佛 观心练佛 那么有各种不同的 那么这个观相练佛 那么一个是摄像的像 一个是佛像的那个像 那么你都可以这样来练佛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正念以练佛 我们在人生上有好的正念 但是我们常常练佛 我们知道回到那个极乐世界 还不打紧 我在极乐世界 我在念佛的时候 那么我以三十七道品 为行佛的一个资粮 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可以 因为这样变得幸福 而且我们也跟极乐世界 可以完全的相应 所以练佛必须要清净 所以我们看到六祖坛今里都 我常常会讲说 这个忏悔 这个无相忏悔 他讲 弟子从前念 今念 后念 念念不被余弥然 所有从前二月 余弥等罪 西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忏其前罪 悔其后过 我要从里头超越开来 那这个余弥然 第二个是叫狂然 弟子从前念 今念 后念 念念不被叫狂然 所有从前二月 余弥等罪 西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第三个是 弟子从前念 今念 后念 念念不被嫉妒然 因为这个嫉妒 常常都是彼此之间 从分别心 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对立 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对立 嫉妒 那么这个不被嫉妒然 所有从前二月 嫉妒成罪 西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我们忏其前罪 悔其后过 让我们内心里头清净 我们这个时候练一身佛 我们跟极乐世界就相应 尤其是我们在学佛这个行门上 它看起来是简单 但是我们常常忘掉 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把这些烦恼法 就是把它放下来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 在平常繁忙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跟极乐世界 能练佛 那么在练佛中跟它相应 所以练佛法门呢 有持名练佛 有观想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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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持相练佛 持名练佛就是 我一直专注地练着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持这个名一点都不乱 观想练佛是观想的 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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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们讲的 《无量寿经》的那里面讲到 那整个的无量寿极乐世界 我们可以观想着它 那么观想念佛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个佛就在 就在我身边 那么这个 这个 拜佛的时候 我妈妈 就是佛也在我身边 这个 是观想练佛 这个观想练佛 观想练佛 实相练佛 我在练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 用禅 清净的心 练阿弥陀佛 什么都放下 这样都是练佛法门 那么 也许你会问我说 那哪一个 修行起来最方便 老实讲 慈禀念佛里头 你在念佛的时候 很自然的 就会有观想观想 那么 所以 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在拜佛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就在 这个《无量寿经》 最后我让大家所讲的 就是我们好像就在 这个站在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这个 此刻 我们这个 生活的这个环境 这里 也是极乐世界的一部分 也是清净 净土的一部分 我们因为心是清净的来绝照 所以它 也是变成清净佛土的一部分 而不是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 而是我们随时刻刻 我们都在练佛法门里头 所以天台家 它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佛相应的话 有这个礼记 礼这个部分 就持相恋佛 我以觉悟的 我们的佛性直接恋佛 明智集 就持明恋佛 观行恋佛 就观想恋佛 相似集 就是我平常生活当中 我把自己行六波罗蜜 有如佛菩萨一样 那么这个分正集 那么我时时刻刻千百亿化身 为什么 因为我时时刻刻的环境 都需要我去做正向的回应 做正确的回应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在千百亿化身里头 就近集 就是我们能够就近圆满 那么时时刻刻 我们觉得我很自在的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感受到这份圆满 那是就近集 这个究竟指 生命的究竟是什么 什么究竟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我们在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周周的环境里头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色相的世界 但是我们的心 所以用我们绝造的心 把世间法跟俗世间法 如如不二的融为一 所以如如不二的那个如 第一个是如所从来 是人世间里头 如所从来圆满的那个如 第二个如呢 就是无所从来 就本来具足的那个佛性的如来 那么 所以生活中呢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正念 透过正念念佛 我们心中有佛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行佛 所以生活中的正念呢 明白很清楚的无常的变化 我会知道用我的佛性去面对无常 而不是被无常牵着走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在做明确的觉察 我能够很清楚的觉察 把事情看清楚 听清楚 我们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回应 看清不变的空性 那么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空性 这个不变的空性 展开我们的般若的慧性 我们内心里头 所以我们看到这环境 变来变去 但是我们内心里头 一直都是有一个慧性在绝造 我们有时候呢 是很容易被周遭的环境 整个给包住了 以至于我们迷失的方向 但是我们这个觉性在的时候 环境在这边 还是有佛性光明在那里绝造 所以这个佛者绝也的意思也是 重点也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的人生 这个无常 环境随时都在变 我们要去处理各种不同的事 那么所以这个整个环境在变 文化在变 政治环境在变 整个经济生活在变 生产的技能在变 所以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必须有决性 去把它看清楚 但是那个是就摄像的世界去看 但是不管怎么变 我们有一个东西 如如不二 那个第二个无所从来的那个佛性 我们永远都在 所以这个讲说如如不二 所以生活中有了这个正念 那么如果我们把如如不二变成二的话 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到底以世间法为重 还是以初世间法为重 其实你看到禅学大树里头 或者是佛教的经典里头 你把它看清楚 他们所谈的东西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平常生活当中 那里也有你的决心 但是要用你的决心去决照 所以你决照完了 处理完了 就要放下 所以法古山的圣言师父 他就会跟大家讲说 你要去面对他 好好的去看清他 处理他 然后呢 面对他 看清他 处理他 然后处理完了 你要知道 放下他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一定是这样 因为无常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直用过去的成见偏见 要去过去的经验来处理 就会变成我们的成见偏见 所以我们知道心灵世界里头有这个会的绝照 才能够有办法去应付那个无常 我有时候看到比如说 像今天只要打开新闻来看 世界的局势 国内的选举 整个产业之性的变化 你看是不是真的是无常 这不断在变化 所以并不是一个什么 而是我们有那个决心 然后才能够去决照 我们要去面对那个无常 所以佛法常常都会跟我们讲 说我们要懂得看清楚无常这件事情 所以事事无常 但是事事无常 有人又把它解释得很消极 事事无常在一起 不是这个意思 事事无常在背后 我们要有决心去面对 把它做正确的回应 这才是一个决 这才是一个决 但是这些东西 他还需要 第八 我要谈到正定的这个部分 一个人心 能够真正的禅定下来的时候 这个定才能够有这个智慧 那么去面对他整个人生 去处理他的事情 而且也能够真正的透过定 产生智慧以后 才有可能真正透过用觉悟 来面对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 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佛